台中目前最大的传播链就在北屯家族群聚案 新增了一粒损农确诊 他曾经到过东山黄昏市场卖竹损 也掀起了摊伤还有民众恐慌 还有附近居民说每个晚上都睡不好 对此市场是特地发声明强调 这名损农并不是当地的摊伤 再加上之前公布的首例7527次子 现在也确诊 北屯区家族群聚已经累积了21例波及4名家族亲友 因此国军化学兵今天也出动帮忙消毒 消毒过后再消毒 市府还找来国军化学兵强化消毒力道 北屯家族群聚案现在是台中市最大的传播链 这户人家左右两边都有人确诊 现在正在自主健康管理 实在很担心 今天晚上最不少 今天是空军的住宅 开开朋友来 心情开带去来来 接近台中的口口就是在这你知道吗 新增的一粒损农 曾经到东山黄昏市场卖损 也引发摊伤跟附近民众的恐慌 黄昏市场还特别发声明 损农不是摊伤 他在5月27日来卖足损 5月30号到大坑国小快筛占阴性 但同步做PCR呈现弱阳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判定为阳性 住院治疗期间在裁剪又反阴 阴阳反复持续观察中 市府也提前公布首例7527正在隔离的次子 一采是阴性 出现症状后二采确诊 不过一采是阴性的 那之后31号开始出现症状 所以接着再二采 二采以后就确诊 然后收治住院 台中市最大家族群聚案 已累积21确诊 扩大到4个家族亲友与同事 其中有人在工地上班 有人在小区上班 为了防堵疫情 市府也急扣 5月23到25日下午3点到晚上11点 曾前往北屯军泰 进和门市购物的民众 竞速到快筛占裁减 记者中部最后报道 中部最后 记者放下 周 jard 20